歡迎收看 收看小明星 收看小明星 譚小姐 是 我不是說白寶袋有海味的 告訴你, 蜆肉乾、蝦乾、魷魚乾 小隻的 鮮到 接著就用膽子 看一個 特種大的節瓜 其實煲這個湯 才以為是冬瓜 跟冬瓜的做法差不多 不要去皮, 皮才會很香 鑼就要把它切掉 是 然後不要切太厚的辣味 我們在這裡做, 預先煮好水 首先加入魷魚乾 先倒進去 魷魚乾 阿譚, 別教你 一定要把這些, 煮湯 先浸一下 蝦乾 浸軟了, 有些骯髒的東西 曬子也有塵的 讓它吸一吸水, 味道會比較好 煮完後, 變成湯渣 還吃不吃? 如果你不喜歡硬的 味道不好 就算你熬得全霉 你吃了, 還有一點點味 還有海味味 是 那我會吃的 對, 現在差不多了 對 片肉, 再加薑 因為薑一定要加腥味 這樣就可以蓋著鍋蓋 煮了 我不主張蓋 最後一點時間, 三、兩分鐘 你才蓋上 不然你焗下去的味道不好 又不同味道 因為現在煮的時候 那種不好的味道會散出來 對 差不多了 是 湯的顏色都出來了 好, 開口了… 還有海味湯 它煮了 那你再加… 切瓜 切瓜 其實這個才是主角 也不是的, 雙簧雙城 是… 加這個大約是二十分鐘左右 再煮了… 差不多了 好, 下了, 煮了 你一煮, 收中火 慢慢慢慢煮 再煮